浩門8點檔,港星一直在 大家好,這女是立平如冤 應該不會有人沒聽過城裡的月光和陽光總在風雨後吧 沒錯,她就是曾經紅到比堅皇妃 卻擔出歌壇23年的許美靖 但是歌后一經復出,就翻車了 觀眾大喊,退票 據說鑊水超嚴重,是起到出了現場 都要找人一起罵的程度 但同時也有許多人替她求情 求求了,拜託大家包容一下 畢竟她之前得的可視精神分裂症啊 啊 天后退出這麽年 竟然是住進精神病院治病去了 一代天后竟被逼成一代風後 而每當提起這息,就會有人棄得我嘛 全怪把她逼風的那兩個渣男 一大家子貪錢吸血鬼 但這女打個小問號下 欲知真情如何,還請看後續 當然,大多數人腦海中的許美靖 還是記憶中的瘦瘦無揚 19歲新加坡華裔小姐出道 96年,22歲就已經連發遺憾 都市野歸人等暢銷大碟 火騙兩岸三地 97、98年,她更是衝去神仙打架的香港樂壇 不僅擊敗眾多天王,天后專輯銷量 還拿獎拿到首縣 時珍的普通話和粵語都唱得很好聽 還因為同樣前衛清冷的風格被讚小王妃 但就在她最當紅的世紀末 她卻突然急流勇退 忍、退、了 為這,個男人 沒錯,她就是反覆出現在許美靖代表作中的陳佳明 一個從許美靖19歲懵懵懂懂出道時 就一手養成她的男人 許美靖的每一張專輯都由她親自打造 許美靖對外也一直稱她為恩師 說她,簡單、執學、聰明、才華出眾 甚至當紅那些年,李忠勝向許美靖拋出橄欖絲 想為她做專輯 她都遠距,說我只想和陳佳明合作 真是好一段感天動地私生情呀 直到2000年,許美靖和陳佳明的地下情被曝光 喜恩非常瘋狂,據說是許美靖的女助理王鳳儀 自、喬、了 因為王鳳儀和陳佳明的婚外戀被大眾知曉 王鳳儀不堪輿論和精神重複,於是 而於是同時被挖出來的 就是許美靖和陳佳明更長久而隱秘的婚外情 沒錯,陳佳明早就已婚 但還是在長期的工作中和小女孩許美靖日久生情了 同時她的太太美貌又工作體面 於是這個簡單,執迫、聰明、才華出眾的才子 就在兩個女人間痛苦周旋著 所以為灑說許美靖的歌一開口就是故事 因為她自己就在承受著同樣的事情 陳佳明 只能傾盡所能為她寫歌,助她成功以這種方式去回歸她的愛 之後的事情我們也就都知道了 在她的扶持下,她成為了洪極一時的大歌聲 唱片的銷量甚至不費吹灰之力就壓倒天皇劉德華 各大音樂製作人發現了她的潛力紛紛投出橄欖枝 臨跡和黃偉文就是其中之二 在許美靖進軍講圈後,兩人分別為她創作了歌曲 一首名之故犯,一首傾成 這兩張唱片的銷量直接纏聯以播歌曲冠軍《三週之九》 同時也讓她獲得了小王妃的稱號 不可否認許美靖是幸運的 十八歲出道至今從未經受過大的錯 她給歌賦了生命也讓自己變得聲名軟揚 但同時她也是不幸的 過於從感情的她,再感情的漩渦裡越陷越深 最終將自己搞得片體淪霜 千禧年是許美靖最墮落的一年 這一年她發布了轉型之作《正殿》 按照她的設想,她的轉型會和之前一樣成功,帶火 但事實卻是,作品發布無人捧場 不被人欣賞,最終導致銷量慘不引導 事業情下滑趨勢,愛情也是如此 不想當小心,也無法控制愛陳佳明的心 所以三人就這樣久久前前了七年之久 後來陳佳明也的確離婚了 許美靖以為自己終於苦盡今來 但沒想到的是,求婚的消息沒等來 卻等來她向別人求婚的消息 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許美靖的助理王鳳儀 兩人不知道何時勾搭上的 只知道她和她最終也沒有走到最後 或是覺得關係太混亂,王鳳儀最終選擇了自殺 事業愛情的雙重打擊,讓許美靖從此一決不振 她以為她這輩子,再也不會愛人 可原要發的出現,讓她又一次相信了愛情 她也是一名歌手,被許美靖少八歲 兩人再劇組相識 在她最低落的那段日子 是她在身邊無微不自的照顧她,陪伴她 萬萬的,她卸下了心中的防備 何當她和她在一起後發現 她根本就不是她表面所呈現的那樣 2005年,她因得罪公司高層被封鎖 隨後,她將在事業上所受到的氣 全都發洩在了許美靖的身上 罵她,欲她 往日的恩愛就如過眼雲煙不服存在 兩人感情急急可危之時 陳佳明又一次出現在了她的世界 我又離婚了,你能回來我身邊嗎? 許美靖信以為真 她回去之後發現,這又是一場騙局 她不但沒離婚,甚至還搞黃了她和袁耀華 得知她偷偷見了前任 喊然決然和她提出了分手 這一次以悲劇收場,而許美靖則消失了6年 再度出現在大眾視線,是她被轉精神失常 2006年,一則許美靖大鬧新加坡酒店的消息衝上熱榜 消息說,許美靖週四晚想突然出現在新加坡的一家酒店的客房 並對著客房的工作人員大喊大叫 據說,當時她的情緒特別激烈,嚇得房客一動也不感動 隨後酒店報警,警方接到報案後,立馬趕到酒店 當場把情緒失控的她帶走 消息發佈引發輿論 不少人都覺得她瘋了,但事情的真相卻並非如此 坊間傳聞 當時的許美靖被該房間的房客五認為妓女 並不停地用色咪咪眼神看著她 所以她的情緒才會如此崩潰 事情是否真如坊間傳聞的那般暫且不知 唯一確定的是,她的確被醫生診斷出精神分裂症 可悲,可憐 更讓人心寒的是,在她被外界攻擊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浸出來維護她 陳佳明亦是如此 遙視世界這樣對她,她也依舊報知異歌 即便被陳佳明傷到如此,她也從未在背後抵毀過她 反而還處處維護她,就連合作也不願意換人 我喜歡跟她合作,她會接受別人的意見 並且了解我的音樂風格 之後多年,每次她的出現都離不開發瘋這個字眼 原以為這依舊是最慘的結局 不曾想,即便如此,上天依舊不放過她 2021年,有網友在新加坡的街頭偶遇了許美靖 容貌未變,就是比之前落拍一點 敦在路邊,以賣唱為是生活 什麼看什麼讓人心痛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這是曾經在歌壇悉渣的天后 但事實遠遠消出我們的預料,後來媒體報出 她不是再賣唱,而是再求救 求救什麼? 家人以為她封了,要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 而她以為家人試看中了她的錢 所以才跑到街上求救 當時的她還在路人面前哭訴 哭訴自己的家人肯有攻擊性 哭訴自己不用社交軟件 希望大家伸出援手幫幫她 發生了什麼?不清楚不明白 只知道的是她的人生遠比她唱的情歌要苦的多 雖然後來許美靖也解釋了她硬闖酒店客房的原因 但精神分裂是承認了的,住院接受電療 甚至通道會部分失憶 如果許美靖早知道有這一天 她還會心甘情願走入陳佳明為她編織的情感陷阱 去承受這麼多的痛苦和遺憾嗎? 但人生就是沒有如果啊? 所以哪怕令太多人不解 許美靖再想復出做專輯時,走的依然還事 或許,陳佳明實在是一個太好的工作夥伴 或許,她就是想背指欠她的霸已經離不開 注定要唱紅她的歌為她賺那源源不進的版權費 之後,就是許美靖多次嘗試復出 冷門歌手孫燕之很愛她,多次為她站台 邀請她做嘉賓,開頭的拼盤演唱會也是一起 去過年代秀,甚至在南京開過個唱 這女為她這說句話,你們看她演唱會也是悠閒穿搭 據說是沒簽公私了,沒人給她做形象包裝 開頭戲她不穿好衣服的朋友也理解一下吧? 但都沒多帶水花了 直到她街頭賣唱,求女兒 路人救她的視頻曝光 才算有一次被大家看到 據說,不止一位網友偶遇 看到許美靖在街頭賣唱加黑土 因為財產被吸血鬼家人和渣男陳佳明轉移 還要把她送去精神病醫院讓她永不翻身 甚至還流傳出,許美靖當街痛哭求救的視頻 建立這筆就是東亞布蘭尼 那差點就真發起了,拯救許美靖的行動 不過,不用哈 因為很快,許美靖就給新加坡的記者朋友發信息了 讓她轉告大家 我和家人佳明大哥已經和好 習回事哩 也不是她吊著我門玩 而是這些年,許美靖的精神分裂病情 還會不定時反覆發作 那段猜慘時期,就應該是又犯病了 許美靖在今年的復出中 有說其實家人對她很好 也分享了她入院治療時的一些感受 而開頭的退票風波 其實更多人是在罵不負責的主辦方 音響超差的那種 許美靖又帶一個出場 自然就成了大冤腫 就一起來聽聽,受主辦方倒楣設備影響較少的 內場聽到的許美靖現場罷 哪怕現場這麼吵集 有還是能聽出她唱得挺好罷 是不能和她自己的巔峰時期比 但和如今的愛如比,還是能打罷 而且對於曾經的歌迷 能看得許美靖走出來 再滲在舞台歌唱就已經很開心 至於歌唱狀態怎樣早已經不從要 也希望許美靖越來越好 可以迎接她自己的風雨後的陽光 對了,今年下半年 許美靖在內地還有很多演出 期待一下流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